而被说是女版马英九 蔡英文今天对于对手朱立伦参选来又讽刺民进党是躺着血 又猛批绿营抹黑 蔡英文今天重话抨击 朱立伦主席从上个礼拜参选以来 已经骂在野党卖了一个多礼拜了 那这一个多礼拜以来 我们都觉得是说这个执政长的执政的失败 那朱主席还是采取一样的态度 如果说国民党的参选人到现在还是四处挑起对立 用责任转移的方式来竞选总统 让人感觉到说国民党有换候选人跟没换候选人好像都一样